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在关心赛心新闻 来继续关心经济方面的消息 二月百年三天的旗 一名既然车四季 十斤不满 拿皮包保抢金风 联络失族 经过的金风差别 发现皮包里面有网南敲票 对早一天知道是一名 网南的坎后感既失 联络公主这十年 已经失联几天了 已经将于通报为多月外劳 一名既然车四季 十斤不满 拿着皮包保抢金风 联络失族 将人所现定 请联络皮包里面的物品 发现皮包里面 某某都是多个钱 今有高达五万块的外钞 今过茶孙里面的政典 原来这个皮包的失族 是一位外人接入主 应该能找到失族 前来人而已 不料靠电话人家 这电话的人 并不是失族本人 你是一间在台南关的老人 拥护中心 一查这个失族的身份 才发现这是一名 刚从看护中心逃逸的越南籍外劳 那这名技能车司机 表示他是从嘉义火车站 载着这个女外劳 到嘉义县大浦乡 没想到他空车返回火车站的时候 才发现后座 遗留下来这名女外劳的女佣包包 经文发现 该失族的疾伤是 多月外劳 无法将失族 产来一名 所以以照 扣到物品的上官规定修理 便想把书记说明 经过公告六个月之后 若是没人一名 该扣到的物品 都可以扣到的人所有 书记口识说 我也没出国 拿这些外钞也没入用 西京西部门 曹明东 各议区 蔡宏